第五百一十三集 不管是对魏颖还是对他来说 此法需要在丹田上凝聚万灵风神阵 丹田极其敏感 阵法一旦失败 那他和魏颖丹田都会碎裂 魏颖听到叶辰如此大言不惭的话语 冷哼一声 哼 叶辰 你以为杀了青鸾宗的一位长老 就很厉害 还是说你怀里的那个小东西可以帮你 我承认 你的成长出乎了我的意料 早知如此 在你从华夏踏入昆仑须的时候 我就该想办法杀了你 不过现在也一样 虽然我身体里的那个丫头不允许我杀你 但是废了你 我或许还能做到 今日我必须胜出 喜龙池我一定要进入 叶辰听到这句话 眉头一皱 喜龙池 难道这就是最后识人的真正去处 这些昆仑须天才参加着盛事 不是为了名声 而是为了喜龙池 魏颖看出叶辰的疑惑 冷笑道 哼 看来你连喜龙池都不清楚 既然不知那便滚下去吧 免得我废了你 雨落 魏颖五指在面前的空气中一抓 温度骤然降低 空气中的水气竟然凝结成了一把冰箭 冰箭紧握 轻轻一抖 瞬间一道极寒的剑衣向着叶辰涌去 叶辰能够感觉到现在的魏颖 比之前见到的强势了不少 不再犹豫 不灭之火涌动在手心 火焰耀眼甚至渐渐化形 极其有威势 他也不打算动剑 毕竟这是魏颖的身体 如果伤了 对煞血含体没有任何影响 反而出事的是魏颖 当然如果煞血含体真的难以对付 便只能动剑了 叶辰五指张开一步跨出 一掌轰出 一道火焰虚掌 瞬间吞噬而去 宛如一头浑身充斥着火焰的巨兽 巨兽猙獰 血喷大口 仿佛要吞噬周围的一切寒意 那道极寒剑意 瞬间被吞噬 但是魏颖却是没有任何失落 似乎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他那性感的红唇勾勒出一道得逞的笑容 叶辰 你认为我的手段如此不堪吗 哼 绝寒见风奇 雨落整个擂台上狂风大作 无数道寒风席卷而来 甚至渐渐化为一道又一道的龙卷风 龙卷风中蕴含着冰冷的剑意 一旦触碰 必然化为一堆碎肉 叶辰不灭之火涌动 神雷之力同样凝聚在手心 一掌拍出 这一掌摧枯拉朽 眼看触碰到了其中一道龙卷风 却发现 叶辰的力量当场消失 仿佛被吞噬 同时 叶辰发现 自己身上那套阿玛尼休闲服的袖子粉碎 就连手心也是出现了一道道剑痕 可见实力多么恐怖 卫影双手抱胸 那丰满的半圆显露几分 很是性感 正对叶辰 哼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到恐惧啊 叶辰肩膀上的小黄 也是察觉到危险 从睡眠中醒来 低沉的怒吼不断传来 卫影脸色一变有些忌惮 但还是道 叶辰 你就打算一辈子 躲在这小东西的身后 哼 我还真看不起你 叶辰自然不会让小黄出手 连忙命令到 小黄退下 小黄看了一眼叶辰 有些不情愿 但还是乖乖地退到角落 身子一个跳跃 便是来到了角落一处 圆形石柱之上 继续睡觉 甚至闭上眼前 还哀怨地看了一眼叶辰 龙卷寒风的肆虐越发强烈 眼看要彻底包围叶辰 断去一切活路 叶辰手指掐绝 那不灭之火瞬间有了生机一般 幻化成一头火龙 顷刻见 叶辰周身能量催发 气势冲天 同时身体的血龙之翼也散发开来 一股来自地狱的煞气涌动而出 在叶辰的周身形成了一道屏障 叶辰气势爆发 一步跨出 直接轰在了一道龙卷寒风之上 擂台之上突然风云变换 地面震动 让所有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龙卷寒风竟然直接被击碎 随后叶辰苍龙换身诀加快 眼眸泛着坚定 向着魏颖冲去 魏颖显然没料到 自己的一招竟然被叶辰破解了 关键 这家伙还是用拳头啊 什么时候拳头可以这么硬了 由不得他思考 叶辰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五指伸出 向着他的脖子扣去 哼 找死 魏颖冷哼一声 退后一步 手臂轻轻一挥 骤然间一面冰墙出现在两人之间 但是叶辰毫无顾忌 五指微爪 带着阵阵血光 直接穿透了冰墙 同时 五指稳稳地扣住了魏颖的脖子 冰墙碎裂 魏颖脸色大变 纤细的手指逼出一滴精血 精血悬浮在手心 突然猛地拍了出去 瞬间砸在了叶辰的胸口 叶辰根本想不到 这精血的力量竟然如此恐怖 身躯当场飞了出去 还未落地 他的周围竟然出现了近百个尖锐的冰锥 冰锥席卷极寒之地 直接向着叶辰吞噬而来 叶辰 你忘了一件事 我是煞血寒体 我的血可不是一般人的血 我的血可以杀人 而现在杀的就是你 我会让你明白 进入昆仑须的我 究竟有多么恐怖 叶辰感觉到危机 看了一眼周围围观的人群 再次凝聚遮蔽大阵 为了防止叶十天的身份暴露 这是最好的手段 段怀安说过 现在不是他暴露身份的最佳时机 很快 这个擂台的一切场景消失 至少在台下的人看来便是如此 人群极其扫兴 甚至哀鸿遍野 毕竟叶辰和魏颖两人 是这次昆仑须天才之战 最有资格胜出的人 而现在 看不清里面的状态 那有多难受啊 当一切遮蔽 叶辰手臂伸出 斩龙问天剑 来 他必须动剑了 否则死的就是他 一道寒光 瞬间破开虚空 直接挡在了他的身前 无数冰锥砸在斩龙问天剑之上 化为一道道冰寒的雾气 眼看冰锥消失 一双玉手却是穿透而来 直接握住斩龙问天剑 正是未影 今日我便让你明白 煞血寒体的真正奥义 结 雨落 斩龙问天剑 竟然直接被一道寒冰包裹 极度冰寒之意 宛如一头寒蛇 彻底盘绕在剑身之上 只不过几秒的时间 斩龙问天剑 却是彻底冻住 化为一座巨大的冰块 那冷冻斩龙问天剑的冰块 掉在了地上 同时 夜晨惊骇地发现 他和斩龙问天剑的联系 掐断了 这是什么手段 这寒意竟然能够阻隔 他和剑的联系 夜晨有些震惊了 毕竟斩龙问天剑 由他炼制 一般情况下 绝对不可能断绝两者的联系 这寒冰绝对有问题 还未等夜晨反应过来 魏影那御守的无名指 再次逼出一滴精血 精血触碰到夜晨的手腕 彻底散开 一股更为强烈的冰寒之感 瞬间吞噬了夜晨 不好 夜晨想要挣脱 但是却发现来不及了 他双手开始麻痹 手上竟然结冰 结冰之意更是不断蔓延 覆盖全身 他的手脚彻底冻结 擂台地面 也是化为一座冰场 一切仿佛都在魏影的领域之中 夜晨想动用不灭之火 融化着冰寒之意 但是眉心 却已经被一道寒意覆盖 要不了多久 他的身躯彻底化为一座冰雕 仿佛被永久冰封 寂静寒冷 动弹不得 魏影做完这一切 倒是不急着对付夜晨 而是剧烈地喘息 此刻 他的脸色煞白 甚至看起来有些难受 如此一招 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他吞服下一颗丹药 调整片刻 才好奇地看向夜晨道 夜晨 本来以为对付你很简单 现在看来 唯有上古煞寒术和我体内的精血才能将你困住 本来打算用这等术法束缚那些虚亡境之上的强者 哼 却没想到第一个轮到了你 你应该感觉到荣幸 夜晨听到上古煞寒术 脸色微变 这是上古术法的一种 甚至是一种大能神通 演化而来的存在 有着神通之行 没有神通之意 此术对施展者的要求极高 不光要极寒血脉 更要逆天天赋 万万没想到 竟然被现在的卫影掌握了 她知道煞血寒体逆天 却不知道如此逆天啊 卫影看到夜晨身上的诧异 很是享受 这种被掌控的滋味如何 不好受吧 哼 你放心 我不会杀你 毕竟那丫头不允许 但是 让你失去一些代价 还是做得到的 那日 在华夏的一处兵库之中 你调戏了我 今日 我便剔除你男人 最重要的那处东西 雨落 卫影手中出现了一把兵剑 兵剑舞动 夜晨瞬间感觉下体一凉 这煞血寒体是疯子吧 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 夜晨想要挣扎 却发现根本不可能 这上古术法 太过逆天了 眼看卫影的兵剑准备向着他掠来 夜晨耳边 响起了一道清冷的声音 牧主 需不需要我来帮你 夜晨一正 眼眸一喜 这是莫宁儿的声音 他甚至觉得太好听了 当然要啊 牧主 世间能对抗煞血寒体的 只有我的天觉寒体 你临时释放 我给你一道力量 有了这道力量 免疫一切 点出 穿透寒冰 更是点在夜晨的眉心之上 下一秒 夜晨发现自己的丹田 竟然被寒意包裹 身体的任何一处 仿佛有千年寒冰打造